好 為了讓美國放心 賴清德接見CSIS的這些人 賴清德說捍衛台海和平 理性審慎處理兩岸關係 是他的原則 放心好了 另外賴清德也說 自立台海和平穩定 而且要深化台美的關係 同時對兩岸關係一定很小心 賴清德基本上用了蔡英文的 國安團隊 賴清德說主要目的就是 維護台海和平 要你們放心 鄭文燦要去海濟會 北京就說海濟海協 協商 關鍵就是九二共識 承認九二共識就能夠恢復協商 不承認九二共識那就算了 你走你的路 我的路 所以到底鄭文燦 民進黨會承認九二共識嗎 看起來不會 不會的話誰去當海濟會 董事長大概沒什麼差別 因為習近平跟馬英九 會面的時候一直強調中華民族 陸委會詹智宏 就是說這是一個沒有必要的陷阱 這些論述把歷史文化地理 都混在一起 然後最後搞到政治上 但是我們屬於哪個民族 我們是什麼民族 中華民族 什麼中華民族 南島民族 那什麼民族 哪個國家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尊重什麼文化 中華文化是什麼東西 皇帝是什麼 炎黃子孫 那是傳說 這是幾個不相干的東西 要扯在一起 對不起 他覺得這是一個陷阱 你什麼民族 哪個國家 你什麼文化 你們把這個扯在一起 把你們都罵一頓 所以這是陷阱 國台辦當然很生氣 數點望主 令人不齒 你將會定在歷史的 此路柱上 將來會有一個柱子 對不起歷史 數點望主的人 把你定上去 我們看一下 國非前逗志願 逐一握手致意 副總統賴清德 接見戰略際 國際研究中心 CSIS訪問團 520就職前 會面美國智庫 強調未來 延續蔡政府外交路線 我們會堅決地維護 台海的和平現狀 當時關於交易交易 你希望平革 但你沒有想法 對那一切 上午CSIS訪問團 先拜會總統蔡英文 不過妙的是 陪同蔡總統的是 外交部次長謝武喬 但陪同賴清德的 反倒是外交部長吳釗謝 難道是特地安排 讓準國安會秘書長 和準總統提前建立默契嗎 部長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滿 如果部長行程衝突的話 就會有次長來協助 外交部幫忙澄清 因為總統接見CSIS的同一時間 吳釗謝震陪同賴清德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 跨黨派訪團 上週才通過友台法案 這週就來台 賴清德開口先表達感謝 將強化西太平洋民主島鏈 嚇阻威權勢力擴張的能力 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2024國安緊急補充撥款法案 總額953億美元 拆分為對烏克蘭以色列 以及台灣三案 其中有關台灣的 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81億美元當中 21億美元是外國軍事融資經費 19億美元提供美國國防部 回補原台軍備以及教育訓練 強化美國的一個軍工的生產力 武器彈藥 以及強化美國在各地區裡面的 軍事上的部署 賴政府上任前夕震 逢台美關係45週年 美方用具體行動 展現 堅定 捍衛 台海安全 好不好 台辦到底怎麼講 我們聽聽看 兩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脈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歷史 同屬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都是中國人 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否認 不容褻瀆 民進黨當局及其政客 出於謀獨本性和政治私利 數點忘祖 背棄民族 不孝子孫 令人不齒 如不改弦更章 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來 這個位置怎麼看 我想就是其實從賴清德 在選舉前到選後 其實大家都還是不斷的質疑 就是說他未來的兩岸關係 以及外交政策 但也同樣的這個部分 其實賴清德在選舉前到選舉後 也都不斷的重申 這會延續蔡英文這八年來的 這個執政的路線跟方向 我想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還有質疑 可以再講一次 這個520這個講稿 我想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延續過去蔡英文穩健的 兩岸關係的方向 不過我們看到就是說 每一次跟中國大陸在討論 是不是未來更多談話空間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 這個中國官方 他就會擺出一個姿態 然後用這種好像 講寫文章的方式 其實我必須要說 這樣子的說法 真的跟大部分台灣人民 是越離越遠 講到這個過去的炎黃子孫 我相信其實很多年輕人 就會真的是 臉上三條線很多問號 如果你要講到這個血緣 很多人類學家是說 大家都是從非洲來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用這樣的基調 來呼籲這個未來台灣民眾 對於中國 倒有更多的信任跟認同 其實這樣子的方式 真的應該要改變了 我認為這樣的方式應該要改變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很多人在說賴清德跟吳釗憲 接見這個眾議院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因為眾議院 他的這個是跨黨派的組成 他這個當然CSIS也是非常重要 他是華盛頓的智庫 但我相信在這個重要的程度上面 由吳釗憲來陪同賴清德 來接見這個眾議院的 跨黨派的這個代表 我相信是更為合適 來 鄭成雄 談到這個血緣問題 我會覺得其實 包括大陸在談 就是中華民主論 這文化認同 這是一個文化認同 我還是以新加坡為例 新加坡也是認同 他的中華文化 但是新加坡非常嚴厲 有學者稱中國為祖國 馬上去逐出境 就是文化認同是一回事 國家認同是一回事 民進黨常常為了國家認同 我們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然後所以他就反對文化認同 連你說你是中華民主 什麼東西他都要反對 對不對 給你貼這個紅的標籤 國民黨有時候 因為文化認同 感情太氾濫了 就模糊了國家認同 這一點難得要非常小心 就是你在這種 文化民主認同的時候 不小心就越了這個紅線 就變成國家認同了 我覺得這一點 另外我要提到的一個就是 賴清德會怎麼做 賴清德以蔡英文是 以李登輝為師 李登輝是什麼 抓大放小 抓大群 你看他這次賴清德 重要的職務都是賴清德 至於那些什麼經濟部長 那些什麼那些小 國安所有團隊 全部都是小英的 抓大放小小的 然後賴清德是以貶為師 以貶為師就是抓小放大 小的 所以他們很多小 包括這一次 他把阿扁的三名大將 全部賴回來 可以看得出他的走阿扁路線 所以他怎麼處理阿扁的問題 2004年阿扁怎麼連任 連送配怎麼輸的 阿扁靠什麼 靠反中 沒有路可以走 他就是靠反中 連送配起來都輸 所以2028年賴清德靠什麼連任 他的處境都一樣 你幾乎可以推論 就是反中 這就是他未來要走的路線 來 憲宇 我覺得現在賴清德 大概只能擁抱兩個字 就是推出 就是一直講和平和平這兩個字 我覺得這個也是美國要的 我們可以感覺到美國 現在其實滿擔心台海 這個關係的緊張發生衝突 而且可能是擦槍走火的衝突 其實從幾個事情可以看見 他現在馬上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控制 避免你擦槍走火 包含他國防部長 恢復通話中斷一年半 包含布林肯第二次到大陸 因為之前其實蔡英文八年 大陸對台灣基本上已經失去信任 也就是這個溝通管道基本上是斷的 所以你再加上這個不斷的 海峽中線軍機飛來飛去 之前金門的漁船的翻覆事件 其實美國其實他現在也是在擔心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做一個事 就是控管你這個風險 包含我們講到台積電 美國最近為什麼一直要台積電 宣佈要推進到2奈米 就是他要抓住一件事 因為台灣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的AI他的發展 他的未來的科技 他現在在那邊沒有一套先進製程 他現在會擔心這件事情 他未來整個的科技 幾乎百分之百的先進製程 現在就在台灣 你台灣如果發生事情 整個美國的未來 他的科技 他的晶片 現在全部在台灣 那麼所以他馬上要趕快就是說 你台積電 你一定要2奈米的 已經要在我們亞利桑那州 一定要趕快要部署進去 要到美國至少要有一套 所以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說美國兩邊都在穿梭 兩邊都在想辦法避免這個風險的空溫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他在520的就職 他也會照著美國的期待 盡量控管這個風 他就講兩個字 捍衛台海和平 他就抓這個東西 這也是美國在背後要他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你說你不是 你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可以理解 你不認同中華民族就很奇怪了 你就是中華民族 你是什麼 美國白人他也不會否認 他是安格爾沙克遜民族 雖然我是美國 但是我還是安格爾沙克遜 這是一抹相承的 你總不會是 這是南島 你真的以為你是南島人 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這個血緣的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否認的 要不然你做個DNA試試看 你把兩岸的人做個DNA 看看有多少相似度 對不對 你是什麼人 你如果是中華民族都不承認 就很奇怪了